高通公司近年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新芯片组 例如火力全开的小龙8G2和中端的小龙7G2 这些芯片组旨在提高性能和能效 同时提供AI处理和5G功能等高级功能 加上使用了台积电的工艺 无论是性能还是能效都快速地抓住了大家的眼球 其投资机会更是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Qualcomm Inc.是一家领先的无线技术公司 专门从事与无线技术相关的半导体、软件和服务的开发的商业化公司 该公司主要通过两个部门运营 Qualcomm CDMA Technologies QCT和Qualcomm Technology Licensing QTL 多年来高通通过开创CDMA、WCDMA和5G等关键技术 在塑造移动通信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建立了广泛的专利组合 并在5G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和汽车技术等领域不断创新 在2022财年,高通公布了强劲的财务业绩 收入达到442亿美元 同比增长31.68% 净收入为12.9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43.6% 稳健的业绩是由对其5G芯片组、物联网解决方案和汽车技术的强劲需求所推动的 凭借其在5G芯片组和无线技术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 高通展现出强劲的财务业绩 A公司处于有利地位 可以利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汽车等新兴市场来进行很好的发展 同时,对于半导体不断增长的需求 也让高通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然而,它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供应链中断等挑战 从财报上来看 高通还是有不小的增长潜力 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新产品技术得到大家广泛的好评 估值上,高通股价处于一个低估的状态 在140左右应该是更为合理 技术面上,目前122-124的阻力带一旦可以突破 那么上升趋势将会延续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